接下來的立體 小佩用個啪啪啪啪啪啪涼 然後請問你這東西的預度多少 就要跟各位帶出來我教各位的方式 表格的處理 國中生幾乎都可以用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給我這個表格,請問你預度多少 老師說我們就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大橋 算 比例要4 增加3 體積增加4 增加3 比例要4 增加3 體積增加10 增加7.5 4-3的話 12 兩倍要7.5 沒錯 OK 比例都一樣 很好 那我們就往裡面做囉 那個增加4就是純粹增加液體 沒有什麼量桶 什麼挖勾的 所以液體4立方公分 質量就是3公克 有體積有質量 我們就可以算密度 0.75 所以導演選出 為它搭起有一個橋樑 我們還可以繼續往下做 我們還可以求兩桶質量 來 兩桶就是沒有液體 0 0.75 增加4 增加3 9 減少12 3倍 所以減少3 減少3的3倍 9 所以多少 36 所以這兩種質量多少 36公克 我就會算出兩種質量 類似的想法 算法在輔克定義的時候 還可以幫你求出那個 襯盤質量 可以幫我們出襯盤質量 想法是一樣的 為他搭起 搭完就沒事了 因為我們國中的題目幾乎都是純正理 所以我們才可以用這種劍招式去處理他 為他搭起有益的橋樑 OK 好 可以嗎 請問 這裡有一個表格 請問你下列去處何者正確 他只問你誰對誰錯 那個珠選項要算 剛好再說 理論上A B C都不用算 看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這裡有答案 就是他 他們三個都錯 就是不用算 也知道是不是對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算的 那前三個不用算 看前三個就可以了 請問你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這個人叫做 22 22 C是對的 請坐 他說C是對的 這個圖形會有個兩桶質量 所以沒有體積的時候 還有兩桶質量 所以不會過遠點 基本上成正比 所以是一條斜直線 所以A跟B都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C C是對的 C是對的 多少 你會錯嗎 然後他一個珠是錯的 對不對 密度2點是錯的 密度2點是錯的 那麼 停車戰界問 他密度該多少 他寫的是錯的 他寫的是錯的 那他看到 兩桶質量的球法 我剛才講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問你的 自己想 但是密度是瓦錘咧 剛才我們帶過類似做法錯 請問你 他是多少咧 他多少咧 他多少咧 這個人叫做 那是男生對不對 是 Number 1 1號 睡著了1號 幾例 不是好的請坐 我現在不要問了 我們千也快抽完了 上面 5到10增加5 下面48到56增加8 所以就減一減除一除 答案就算出來 答案叫1.6 兩桶只要你自己去算 這裡可以求兩桶只要你自己去算 兩桶只要你自己去算 OK 看多少 好 請問你 這個敘述 誰是錯的 兩條平行的斜直線 誰是錯的 誰是錯的 好 這個敘述誰是錯的 2.3 2.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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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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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然後呢 因為密度是v分之m 所以m質量就是d乘以v 所以10立方公分就會有1.5乘以10 所以就15公克 所以珠是對的 然後呢 以了4立方公分的時候有時候有6公克 所以算算1.5 其實你不用算也知道它密度一樣 為什麼 用兩條是平行的直線 所以表示密度一樣 所以你不算也知道密度會一樣 所以c是錯的 看你怎麼想 你可以用算也 你可以用想 你可以算出假就知道 可以直律算也隨便 然後呢密度會一樣 他講過了 我知道密度一樣 我可以用算出來密度一樣 我可以用看5就知道密度會一樣 我不算我也知道看的時候密度會一樣 所以假的密度就1.5 這樣算出來就一樣 所以呢 我們的答案 選的是c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這又是spergy ok嗎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